当地时间9月7号凌晨1点13分 美军从加利福尼亚州泛登堡空军基地 发射了一枚未携带核弹头的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 这枚导弹在飞行了4200英里后 成功落入马绍尔群岛 五角大楼表示 发射民兵三型导弹是早已安排好的例行测试 不针对任何全球事件 并已在发射前根据海牙行为准则递交了发射通知 同时也履行了条约义务 知会了俄罗斯政府 民兵三型导弹的射程约为6000英里 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5000英里 上个月16号 美军在同一地点也发射过一枚民兵三型导弹 两次发射的时间如此接近 是因为上次的发射计划 要避开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台 而被推迟 以免升级美中军事紧张气氛 新唐人界时代记者林一综合报道